领基础学IT 月薪过万 就来黑马程序员 黑马程序员 成就IT黑马 接下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变量的命名 也就是我们应该怎么样给变量起名字 同学们 在接下来的小节中啊 老师呢 先给大家介绍两个专业词汇 一个叫做标识符 另外一个叫做关键字 然后呢 再给大家介绍一下变量的命名规则 也就是我们在开发python程序的时候 应该按照什么样的套路来给变量起名字 好 目的明确之后 先让我们来看一下标识符 同学们 所谓标识符啊 就是程序员在开发代码的时候 给变量起的名字 或者给函数起的名字 有关函数的内容 我们后续会展开 给大家详细讲解 同学们 现在关于变量的基本使用 我们是不是已经掌握了 对吧 要定义变量 我们需要使用一个复值语句 在复值语句等号的左侧 我们需要给变量起个名字 而这个变量名呢 我们就可以叫做标识符 但是同学们注意啊 我们在给变量起名字的时候 需要能够达到见名之意的效果 那什么是见名之意呢 同学们 先看一下下面这张图 不知道有没有同学能通过这张图 解读出这张图要表达的含义啊 大家看 第一个小图片是不是挖掘机 对吧 挖掘机技术哪家墙 中国山东找兰祥 大家看 这个符号是不是一目了然 对吧 这个就叫做见名之意 在我们开发的时候 给变量起名字 要能够做到见名之意 见名之意呢 就能够保证 其他的程序员在阅读我们代码的时候 一看到这个变量的名字 就知道这个变量存储的是一个什么样的数据 这是命名的一个要求 那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下啊 在python程序中给标识符起名字 有哪些要求 大家看啊 标识符啊 可以由字母下号线以及数字组成 注意啊 只有这三个部分 不能有其他的内容 老师再强调一下 一个标识符中只能有字母下号线和数字 同时注意啊 标识符的名字 不能以数字开头 哎 这个是在给标识符起名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的 千万不要以数字开头 同时呢 标识符啊 还不能与关键字重名 同学们 至于什么是关键字 我们稍后就讲 现在我们先记住啊 标识符中只能包含字母下号线或者数字 同时标识符的开头不能是数字 先记住这两点要求 好 明确了标识符的要求之后啊 同学们来看一下下面这个列表 我们共同思考一下 下面这个列表中 哪些标识符是正确的 哪些标识符是错误的 那同学们看 第一个标识符正确吗 哎 应该是正确的 字母和数字 对吧 那第二个标识符呢 哎 这个是错误的 因为中间出现了紧号 对吧 那大家看 第三个标识符正确吗 哎 同样是正确的 字母和下号线 对吧 那第四个标识符呢 哎 第四个标识符不对 因为第四个标识符中出现了紧号 对吧 那我们再继续看 第五个呢 哎 这个是正确的 有字母有数字 对吧 那下面这个呢 哎 这个是不正确的 因为以数字开头了 对吧 那我们继续往下看 买印它是正确的吗 哎 这个是正确的 那下面这个买下号线 T什么什么 是不是同样也是正确的 那接下来往下看 下号线test是正确的 那接下来这个呢 哎 test惊叹号32 注意啊 这里又使用了惊叹号 是不是同样不正确 对吧 那么我们继续看 哎 下面这个也不正确 因为出现了小号 那继续往下看 这个下号线肉死 哎 这个是对的 但是把下号线改成语符号还对吗 这个也是错误的 对吧 那再来看 GUI 这个可以吗 哎 这个是可以的 对吧 那再来看 最后一个呢 哎 最后一个 同样不正确 因为出现了点符号 同学们记住啊 标识服务中啊 只能出现小号线这个符号 其他的要么是字母 要么是数字 符号只能有小号线 而不能有其他的符号 好 讲到这里啊 老师呢 就给大家明确了一下 接下来我们要学习的重点 并且给大家介绍了一下 什么叫做标识符 一句话讲 标识符就是变量或者函数的名字 我们在给变量或者函数起名时 需要做到见名之意 同时大家务必记住啊 标识符中只能允许字母 下号线以及数字 这三个组成部分 并且不能以数字开头 好 讲到这里 老师先暂停一下视频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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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